纽约曾被誉为世界制度 然而曾经的撤水马龙人声喧哗 却很难再在纽约看到 现在纽约没有往日的繁华 街道上垃圾无人收拾 公园里都是流浪者的营地 曾经最为生机勃勃的曼哈顿金融中心 也是门可罗雀 这样的景象筹坏了曼哈顿的房东们 没有了企业带来的人流 附近的餐厅咖啡厅商场 都面临着倒闭的危机 如今他们不得不起求 公司让员工们早日回到办公室工作 让人流重归曼哈顿 救救这个城市 更重要的是救救自己的生意 据报道 纽约的房地产所有者和管理者 一直在私下里 向包括高盛黑石在内的 多家顶级雇主施压 要求他们让员工重回市中心的办公室 他们气急败坏地说 这是公民的义务 根据纽约州的新冠病毒指导方针 允许办公室以最大容量的50%恢复运营 雇主们的反应一直不温不火 物业管理人员担心 一旦这些租用办公室的企业开始倒闭 纽约房地产行业可能会陷入恶性循环 更多企业将会跟着倒闭 几个月来 纽约社一直是美国疫情中心 每天都有数百人死去 虽然现在纽约疫情已经好转 但包括上班族在内的 许多生活在纽约的人都担心 秋季气温下降时还会出现第二波疫情 他们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仍然保持警惕 纽约的搬家公司表示 大量纽约人正在逃亡 他们现在生意很好 有些时候甚至不得不将顾客拒之门外 因为他们已经接不下更多的单了 大规模的逃离纽约浪潮已经开始 不过这些离开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 还有待观察 搬家公司说 纽约人离开的步伐在加快 犯罪率飙升和疫情的限制 是纽约人选择离开的主要原因 上个月 纽约市控制的公寓数量 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全市有超过67300套控制的租赁单元 纽约时报报道称 房屋控制率的激增使全市的租金下降了10% 有些绝望的房东 试图用一个月免费的优惠方式 招来新租客 然而大环境衰败之下 收效甚微 许多纽约人担心 这个城市最好的时况将一去不复返 因为事实摆在面前 有钱和有才华的人都在逃离纽约 这个城市的犯罪率飙升 街头正变得肮脏不堪 它不再是曾经的那个世界之都 人们只能祈祷 熬果这段疫情 纽约不会倒下